大家好,我是宣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壞事變好事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繼續向好 高開後反覆向上 高位曾經升三百多點,最後全日都有三百多點以上的勝負 升329點,升24325點 成交多於昨天,1395億,1395億 今天市向好又是有幫,最近堅持強勁上升 今天再升5%,突破下降軌 油股也不錯,其中中國海洋石油883也有4.6% 都是跑贏大市的 加上匯豐也不錯的升幅 領導市今天再次上升三百多點 整個市形勢,今天市其中一個大家都很關注 為什麼美國方面,搞到亂殺龍 示威仍然未平息 仍然有百多個城市 140個城市有示威 銷禁也有40個 但是,為什麼美股不斷升 看看圖先 導致繼續上升267點 在亞洲時段的期貨仍然繼續向好 帶動整個亞洲股市至港股的向好 究竟美國方面,什麼狐狼,賣什麼藥呢 為什麼會這樣做,會繼續向好呢 回到,怎麼提到幾個字 其中的原因就是,壞事變好事 當然,更加多人說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重啓經濟的憧憬 所以,美股方面就見到 傳統經濟股是這樣上升的 銀行,航空,乘衣,零售,金融 油股都是向好,連郵輪都升了 傳統經濟股向好 因為大家對重啓經濟的憧憬 第二個,大家經常說的就是 美國看回歷史數據 發覺美國,雖然過去有個類似情況 但是,股市都不受影響 有幾次呢,1968年那次 跟今次差不多這麼厲害 當年,美股上升 其他事件,例如1999年 只有克林頓被彈劾,沒事 接著,2011年,佔領維加也沒事 所以,美國方面就覺得 以往都是這樣的 社會騷亂,政治事件 都不影響美股上升 所以,今次就繼續向好 加上,怎樣提及的東西 壞事變好事 令大家對市的憧憬 就維持在這裏 什麼叫壞事,什麼好事呢? 壞事當然是近看的 示威騷亂 大家看完事件後覺得 今次特朗普 一身禮了 對股市 反而是好事 原因就是,今次處理的情況 令大家罵到七彩 包括之前 躲在地埔已經 令大家笑 另一方面 更加令大家氣憤 就是 為了要去對面教堂 當時,採取了一本聖經銀衣服照 竟然說 射催淚彈 射橡膠子彈 令美國朝野 都變態了 甚至乎 令國防部長 都 有少少跟他劃清界線 說,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知道 他會出去,但不知道會去拍照 總之一身禮 一身禮之後會怎樣呢 現在市場有兩個憧憬 第一個憧憬 就是之前說的刺激經濟方案 可能會加罵 因為 他搞不定 現在政治上亂殺龍 很明顯 大家 如期今次美國總統大選 今年30月舉行 打其中幾個牌 就是反歧視 反川普 反特朗普 成為其中一個主 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 在這種情況之下 特朗普有什麼回應呢 可能又要去經濟 希望 經濟好一點 所以刺激經濟方案會加碼 這個 對股市的氣氛是很好 其二 就是大家覺得 今次在美國搞到亂殺龍 自己國內都搞不定 會不會在中美方面 就沒有那麼大件事呢 當然 這個就是 什麼時候都有兩個看法 這個看法就是 說不得閒 分身不下 就不能跟中國搞 但是當然 另一個說法就是 嘩 所謂外交 是內政的嚴重 內政呢 今次就是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那怎麼辦呢 唯有在外面 搞搞鎮 試圖轉而視線 雖然有兩個說法 但是市場現在初步 就覺得他可能 就 就 無限了 無限來搞中國 所以就對中國 就 中美關係 這陣子可能 就靜一點 那麼 那情況之下 今天呢 中美關係股 都說 顯著上陽 起碼市場現在這樣想 所以 特朗普一生的壞事 反而變為 股市的好市 帶動 美股又上常 又成 港股 亞洲股市 普遍 就下得不錯的升幅 究竟這個 壞事變好市 會不會延續下去呢 就要 留意中 有幾樣東西 是值得留意的 首先方面 就是事態發展 會不會 就好像大家這樣說 就不影響到 現在 因為 示威起碼有幾方面 可能影響到 第一 就是影響到 企業的運作 譬如今次 弄亂了 很多企業 本來剛剛 疫情之後 重啟經濟 重新營業 但是兩方面 又要重新 又要 暫停營業 起碼要調整營業時間 對企業盈利會不會影響 會不會影響 會不會很大呢 當然前提 就是會不會繼續下去 如果繼續下去會 對營業 額 以及營業的收入 會有影響呢 營利會有影響呢 這是第一個 大家要留意 第二個留意 事態發展 就是昨天節目提過 現在越來越多人害怕 就說 這個搞法 疫情 會不會再因大家 示威 而擴散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估計 這個搞法會增加疫情 是不確定性的 可能美股因而跌15至10% 其中一個說法 當然這個未必是主流 主流開始覺得 美股再大一點的空間 更小了 其中一個是高盛 第二 這兩個要大家要注意的 疫情 就是示威 疫情 錯綜複雜關係 會引爆另一輪疫情的出現呢 這就是事態發展 要留意 第二個留意呢 就是數據 未來兩天的數據呢 是非常非常地關鍵 今晚呢 其實都會有的 就是 這兩天會出現 ISM的服務業指數 跟著 明天會有ADP 即是私人的就業市場數據 星期五更加重中之重 就是 一個月一次的非對農業職位增長 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大家留意著 至於金融市場的留意點在哪裏呢 第一 就是美匯指數 這陣子 其實是很弱的 跌穿了重要的位置 早幾天已經穿了前浪底的支持 看走勢 可能會反覆試這個低位 因為 你可以說前浪底 同時 也是跌穿了三角形 三角形 換言之 跌幅都有幾點在這裏 起碼96都是試一試的 整個走勢 都是比較弱的 經常都說美匯弱 可能 和大家對經濟的前景有信心有關 或者 避險情緒降溫有關 總之都是有利 新興市場股市 所以留意著 美匯指數 現在向下走勢 會不會逆轉 這就是第一個要留意 第二個要留意 就是 很多重要股份 升下升下 已經去到重要的 阻力位的前面 就是 很有升下升下 攻下攻下 已經去到淡友的陣線 陣地 比如看到有邦 這兩天升勢很強勁 升下升下突破了下降 但是 距離這個重點 淡友的力守的關口 就是73.2 這個是重要的關口 究竟能不能夠穿呢 這個要留意 這個就是中國海洋石油 10天 10元 10元是重要關口 已經很近了 因為這個是100天線 而且 這個就是下跌列口的 頂部 也是10元左右 是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會不會穿得到呢 行上也是 更加明顯 再次受制於這個水平 440元左右 今天見一見 就下跌 而且一度是下跌的 逆市下跌的走勢 都是有些高位 遇到沽壓的情況 各企也是 升近這個前浪 頂部的阻力 就出現 回軟 雖然 最後仍保住 約了1%的升幅 但是看到 高位的回軟 出現一些陰燭 所以情況之下 恒生指數 初步看 在剛才說的 壞市變好市 以至美股的升勢 以至美匯指數的 弱勢推動之下 他可能還有少少升幅 也不奇怪 因為畢竟 昨天提過 裂口啟示 補回裂口 就是強一點 今天 明顯補回裂口 但是補回裂口 強會強多少呢 這個就是重要的考驗 就是24855 這個位 能不能夠穿到呢 這是關鍵所在 大家留意著 幾點 事態的發展 以至數據 以至金融市場 幾個重要指數 走勢 就好 就主宰到 未來的 大市的方向 好了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